你真的很餓耶 Good morning 又是嶄新的一天 好早喔 好想睡喔 你看Cody都還穿睡衣 大概沒換 完全沒有換衣服 因為現在才早上6點多而已 我們現在在機場 今天準備來去沖繩 蘇珊跟Peter都沒去過沖繩 我們第一次要來個家庭旅行 Cody也沒去過啊 對,Cody也沒去過 我們今天坐的飛機 七日七 明顯感受到它真的是有年紀的飛機 去沖繩的旺季啊 人非常多它才會派這麼大的飛機 謝謝 48C C 首先我們現在來看它的椅 它椅真的蠻小的 以我175身高 它只剩下一個拳頭 所以我們在帶小孩的話 就非常非常的急 然後再來你可以看它的娛樂系統 它娛樂系統 嗯 有年紀 有年紀 當然它在它那個時候 剛發表的時候 是非常非常的新 而且那時候應該是 很難得可以看到這麼好的娛樂系統 不過經過這10年來 這麼快速的改變 現在已經變得非常非常的舊了 所以 如果你有iPad還是手機 其實不太需要娛樂系統 大家看一下現在資訊 飛到哪裡什麼的 稍微有幫助 不過應該也是蠻卡的 那還準備要帶以前的鏡頭 問一下蘇珊有沒有帶鏡子 結果它的螢幕旁邊 居然有一個鏡子耶 好貼心喔 這時候我們剛上飛機 因為早上 我們4點多就出門 所以不想要怎麼走帶以前的鏡 這時候一上飛機 就有一個鏡子可以照下來 如果女生想要補妝 男生想要帶以前的鏡都可以 所以 瞬間覺得好像很方便 十年前的巧思 對 十年前的巧思 現在都沒有了 新飛機現在都不會放鏡子 對啊 新飛機不要再擺 螢幕的右邊這個 這放什麼的啊 這可以幹嘛 手機 對啊 以前手機可以這樣放在這邊 以前小小的吧 以前坐飛機又不能用手機 可是水壺也太小了 不像 很像一個放香蕉的地方 是一個香蕉型裝 睽違四個月 Cody又再次坐飛機了 四個月之前 他還算是很小的小baby 四個月之後 他已經算中大baby了 以前坐飛機的時候 可以直接起飛 就塞奶給他 現在好像不行喔 所以希望待會一切順利 好嗎 好 一個這個香菇米飯捲 他外面的捲餅的味道 就真的是跟Costco買幾乎是一樣的 就是那種一般的捲餅的味道 但是他裡面的味道很香耶 原本想說應該會很怪 西式的捲餅配上中吃的米飯 但是裡面味道是不錯的 除了那個捲餅之外 裡面還有附一塊放快酥 晚一點可以當下午茶 點心 還有一罐冰水 冰水這個小罐好可愛喔 真的很好攜帶 不錯 有時候 餐點蠻好吃的 但是這一次居然沒有給Cody服飾品 為什麼 為什麼沒有BB服 耶 終於出來了 好多人都來度假 準備先來去前車 因為我們這一次在沖繩玩 決定自己開車 一家人出去玩 租車感覺非常好 所以我們就決定 這一次就自己租車 這次來沖繩包含租車 還有其他的經典 我們都是在K路上面訂 我們有另外訂一個門票是 它有包含四個樂園 還有水租館的門票 那個門票的話 特別來這邊拿一下 在國內線這邊 好的拿到票啦 非常的快速 我們這次買 掉了一個 出這台 這我們的距離剛剛好 你會緊張嗎 不會嗎 這麼欣賺我 我要小心 還說不緊張 你這樣講我都緊張了 沒有啊 要小心 第一次游家出TN 沖繩 總算可以吃我們來沖繩的第一餐了 每次來到一個新國家 第一天總是計畫趕不上變化 我們原本計畫的第一餐 中午是要去吃通糖拉麵 經過的時候發現 人超級多的 一定都是台灣人 超級多 我剛才想說經過一間牛角 想要去吃烤肉 結果發現 它是五點才開 我們現在總算來到第三間 第三間來到這個 很像美式的Food Court的感覺 這一次來沖繩 我們住宿沒有選擇 住海邊的那種沙灘的酒店 我們選擇住Airbnb 住民宿 第一次帶Cody出來住民宿 如果你住他們這邊的民宿 要先來這邊登記一下 就代表說你有來這邊住 然後你有多少人啊 要跟他知道 要填一下資料 住民宿最有趣的就是要來解密碼了 第一次住民宿的時候 都要來稍微看一下 這鑰匙到底要怎麼拿 是這個啦 搞半天 原本以為是這個 這看起來很高級好像是這個 可是這個只是信箱而已 真正的找到鑰匙了 耶 然後我們把握點時間 我們今天晚上要來去國際通 也就是所有台灣人來沖繩玩 應該是說所有觀光客吧 應該日本人也是 所有觀光客來到日本玩 都會去的地方 我在路上做功課的時候 我有看到一個說 這附近的停車費差很多 就有可能一個小時 就要好幾百塊那種 台幣喔 台幣好幾百塊 所以我們剛剛稍微看一下 這邊是 30分鐘是100日幣 我們覺得還可以接受 我們就停下來 而且這邊離那個鬧區很近 剛才一路走過來 就發現離鬧區越近 那個停車費越來越貴 這30分鐘100日幣嗎 我們走來這邊是 30分鐘200日幣 漲了兩倍的價錢耶 差很多耶 好險我們這時候有先停 這裡20分200 好冰喔 很紮實的嗎 這杯580日幣 還好 大概150塊的台幣 就跟我們在觀光地區吃到差不多 沒有到超級誇張 在這條路上走路的人 有八成講的是中文 住民宿大概就是要逛超市啦 我們來到雞安的店的超市 貴嗎 比較貴會貴 今天的一切都是計畫趕不上變化 原本我們今天晚上 是打算吃國氣通 附近有一個很好吃的牛排店 你知道逛街很累 大家都累 所以我們想說 我隨便找一間拉麵店吃一下 我們剛好停車附近有一個 這一個 七八五 八燒 哇超好吃的 吃得好吧 對 日本真的是隨便吃 很少踩到地雷的 而且它很貼心 它可以不要加蔥 不要加辣 也不要太鹹 對蔬山來說很重要 台灣人如果來吃的話 建議你可以填那個比較淡的 對它有一個淡味 它的淡味其實才是符合台灣人的胃口 因為台灣人可能吃的比較沒有那麼鹹 所以你如果點普通的話 就是正常的話 就會太鹹 就還是蠻鹹的 要一直喝水 那我這次就很聰明 我就先點了一個博味 果然我把湯喝完了 好啦那今天也算是有畫下一個完美的句點 超充實的 超充實 我剛剛四點就出門了 我好累喔 現在已經晚上十點了 辛苦媽媽也辛苦Cody了 真的 好啦那我們明天一樣 沖繩的旅行會繼續喔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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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製作人 savez mentioned 有益